Vivian 前兩天你不是給我一個Recipe 做Smoothie 我真的跟隨你的方法 把蘋果切好之後 連核扔進攪拌機裡攪拌 核粗到喝不到 究竟為什麼 其實你用什麼機 因為不同的機 不同的摩打 不同的壓力 不同的刀片 你知道現在坊間有很多食療 的書 一些果汁養生法 所以我真的很認真去買一部機 是貨品 真的喝一些很好的Juice 我真的整個都覺得 你用什麼機 我那部機 當然是沒有你說的那麼厲害 怪不得我那個 弄出來不是你那回事 現在坊間 喂 Ara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炸汁 不知道你有沒有買 其實現在坊間 有很多不同的等級 輕質就幾百元 有些真的貴 真的有兩萬元 很貴的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 注重養生 所以很多書 都會看到養生果汁的書 因為我們節省 如今晚也要打得難 你想想 所以 不同的機 真的不同的類型 原來不同級數的機 做出來的分別 那麼大 咦 那我又想說 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精油 它用一些機器 去測試它的雜質 純正度 這樣 你好像 之前都知道這件事 這個我也知道 因為 音樂園最出名的是什麼 當然是那些自家農場 我們這麼多農場 在世界各地 那我就很幸運 可以去到他們 夏威夷 阿乖多爾 法國的農場 都看過 體驗過他們 整個精油的過程 當中也有些過程 就是有些專業人士 去解釋 每一個機器 去測試我們的精油品質 其實在坊間上面 而我所知道 GCMS 它們的管是30cm 而YUN LIVING 所用的管 是60cm 所以 測出來的分子 的數量 是會很不同的 另外就是 YUN LIVING 有300萬個 精油資料庫 哇 全世界原來 只是法國的政府 那個實驗室 才會有這麼大的資料庫存量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 級數是完全兩回事 就是全世界 除了YUN LIVING之外 只有法國政府 那個測試室 有這個資料庫 其他公司是沒有的 暫時我就沒聽過 不過如果以我所知 如果一些最常見到的 機器測出來的分子 如果他們見到 這個庫存的資料 是跟他們那個 不吻合 或者找不到這個資料的話 他們就會 給了一個 不知名的名字 這個分子 甚至乎 有時候會搞錯 這些分子 就是人造添加 哦 其實 剛才 早安有說過 一些精油 我們用長很多的時間 而製造出來的分子 是跟坊間一般的精油 的分子不一樣 有沒有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精油 最多最好的分子 外面的精油 如果剛才用我的方法 它只是有香味 但是它有很多 其他分子都沒有 其實我們不僅有 這個60cm 60個厘米的 GCMS的儀器 我們每一種精油 要經過15至18種 不同的方法去測試 其中有一個 這些測試儀器 全北美洲 除了Young Living之外 是私家公司之外 是沒有其他私營公司 會擁有這個機 其他北美洲 擁有這個機 都是政府 一是大學研究所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機 不單止很昂貴 它還要有十幾年的經驗 才懂得正確使用 好像呢 你找那個 不知多少錢的機 來打蘋果滑 當然是打不到啦 你當然要找一個正常 人家大過 夠馬力的 才可以打到蘋果滑 哇 我終於明白了 不是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知道原來 Young Living 有一些這麼厲害的儀器 真的很厲害 是啊 今天我們真的很開心 因為可以和這麼多位不同的領導 去分享一些關於精油的知識 剛才深深也提到 我們作為Young Living的會員 要有好規格 合規格的分享 讓我們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下次希望有機會 可以再跟大家 去分享多些關於怎樣 合規格 去分享這麼好的 Young Living精油 給其他的朋友 今天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